好 今天呢 给花友们看一看 我们从网上买的 还有花友们寄过来的花 哼 这个大压长还没给他寄回去吗 等 等 等 这两个人太冷了 他说嫌冷啊 该施肥了 真的是该施肥了 很多的花友说这个红掌 咱们 你还记得咱们这里边这一盆红掌吗 从水培到土培又转到水培 很多的花友说老花一 为什么我的红掌不开花 你的红掌不开花 先把老花给剪掉 种盆的时候呢 像我们这样子 对吧 用一份比较挖晒的土 即使是你不施肥它还会长 不过这个东西它也跟品种有一定关系 有的品种不爱开花 这个倒不怎么害怕 不怎么害怕太阳 但是呢 不喜欢那种夏天的强光暴晒 有点怕热 有点怕冷 不算是特别特别皮实的那种花 养起来比较皮实 但是耐高温和耐低温的话没那么优秀 你看 又开一朵 桂花一直在开花 年前洗根换土的 泥炭土洗根换土的 这个是青州的花友带过来的一个盆景 你可以带回去了 回去以后 弄上半袋粪肥 上上就行了 我之前给你上的颗粒肥全被碎冲走了 铺的面也被碎冲走了 鼠猴的新温草 这个可以给花友们寄出去了 还有这个胡椒木也送出去吧 你看 就是需要光照 光照好的时候长得倍儿棒 来的时候咱们倍儿八倍儿八的一顿捡 四肢雪 四肢雪那个大的可以寄走了 过两天长了根也行 你看这个小的咱们都活了这些个 这些个都活了 应该都长根了吧 这个就是前两天 冻伤的那个苹果竹鱼 现在还没有动静呢 过两天再看吧 应该是能活过来 这是前两天冻伤的那个发财树 我跟花友们说过无数次 我说你们修剪 有的花友舍不得 你看修剪完之后 它长出来这些小叶子好多呀 可能长一长吧 长一长 舒展舒展就好了 把老叶子都给它摘掉了 这个可以送出去了 这个是种下去有多久了 手剑看看根系长得怎么样了 那这里长出来一条新根了 根系也还行 这里也有新根了 别跟着我学 没事就拔出来看看长的根怎么样 还是比较好活的 这个叫什么来着 花叶 熊掌木 是吧 以后啊 不论任何时候 你看到下面的叶子不好就行了 就让它白白 因为像这种呢都是水碱 它不是白粉病 它都是水碱 时间长了水碱 你一搓就掉了 不好的时候你就剪掉 它上面长得好就好了 这个是咱们做的棒棒糖是吧 你看这个棒棒糖 以前是弯的 以前是弯的 现在都直了 给它松一松吧 你看它有点勒得慌了 以前勒得太紧了 现在可以稍微给它松开点了 你看这里都勒变形了哈 三角没分盆之后 你看这个小的就长得好了吧 你这样的话 它就有一个复苏的一个迹象 你如果说两颗挤在一起 它拿什么跟这个竞争 它没有这个竞争的资本 也就跟话我们说 像养花的时候 不要是两颗三颗 种到一起 因为总有一颗不好 你这样分开养多好 少生又生 幸福一生 给如光照 略微控水 后期还会开花 咱们这个也是 这个干了得浇 不干别浇 这个 这个枝子花不怕水大 这个枝子花天天要浇 一定要浇透 浇水的时候也是这么重 也是给它浸盆 下面可以放个托盘 托盘的一直保持有水 因为咱们棚里面的阳光 跟温度很好 像花友们在夏天 养自子花的时候也是 你可以用 可以甚至说是 用水泡着去养它 但是有点夸张了 还是维持一个根部的 一个排水兽器 要不然的话 时间长了也容易积水 这个含羞草呢 也是送出去了 但是呢 由于那个花友家里 那边呢 是疫情发不走 这个是金银花 这个金银花呢 上面都干枯死了 都冻死了 都死的了 咱们就把这个老汁 给它剪的了 不让它带着了 难看 让它重新长就行了 很好活的这个 全国各地都可以实现地灾 特别喜欢光照 没有光照 它比月季得的病还多 很多花友 买我们的绣球 说是能不能开花 能不能长叶子 这是初六的时候 我们换盆 然后放到加温棚里面 才十天的样子 就已经这样了 再有十天半个月的话 花苞就已经露出来了 估计再有一个月就可以开花了 就跟花苞们也说 广东那边的花苞 你们派回去 一个多月就可以开花 它就是这个道理了 梅花也要开花了 梅花是含苞待放 看到没 马上开花 先看来 揪过之后 剪过之后 特别的 特别的指令 金鸡 你看这个黑杆了 又 得给它剪掉了 这个花苞应该用了很多的肥 这是肥烧的一个体现 现在越来越明显 肥料这个东西 可以少一点 可以不用 千万不要多用 这个是蝴蝶兰 还有菱兰 日本的灯笼花 真漂亮 一直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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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没待了 扣币了 年前 两块八 在平行行 淘着这个巴西木 长了一个小牙子了 还有这个白嫖的 爱心人 为什么白嫖呢 来这时候叶子冻掉了 商家给赔钱了 然后我们扔到这 它又活了 好了 别的没啥了 这几天已经暖和了 尽快的把这些 全部送出去 咱们要迎来一批新的 花苞们持续的关注 给我们后期小哥 打好关系 这些赶紧都送走 都送走 我老花一 眼花最转一 下期再见 拜了 拜了